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10月份的美中关系 特别受到台湾关切 那是因为拜登在本周证实 在9月份他跟习近平通话的时候 曾经明确的两个人都谈到台湾 而美中这两国 经过了阿拉斯加跟天津两次会谈 都没有达成建设性的成果 这个星期三在苏黎市进行第三次会谈 终于有了共识 将会安排美国总统拜登 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底之前展开视频会议 但是在苏黎市的会议上 美中双方的交集还是很稀薄 美方主动针对共击扰台动作频频 表达担忧 重申美方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 单方面行动 正在出访法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隔空同时表达了态度 他向中国喊话 要求中国停止对台施压 再再都彰显出当前的台湾 就处在美中两国激烈的竞争对抗当中 沉默再沉默 这是美中两国高层在瑞士苏黎市机场酒店内 展开六个小时的闭门会谈后 唯一能让外界看到的模样 这场被外界期待能成为美中关系新开端的两国高层会谈 是由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力文 与中国大陆最高阶层的外交官员杨洁篪共同主持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 包括气候上的合作 以及台湾南海及人权等议题 充分交换意见 但会上唯一达成的共事 只有两国原则上同意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望在今年底前展开市序峰会 美国白宫发言人证实 两国将有最高级别会谈 但未说明细节 鉴于美中两国高阶官员 今年三月在阿拉斯加 以及七月在天津都曾展开过会谈 但两次会谈都未达成任何显著成果 这回在苏黎市的会晤 至少就拜习视讯会有了初步共事 双方皆以成功来形容这次会谈 大陆民众也对美中关系抱持期待 那我肯定希望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如果说要是会谈 要是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 对下面的老百姓也会有帮助 就一些个贸易经济 都会有好处的 但实际上 苏立文与杨洁篪两个人 在会议结束后 一个走正门 一个走侧门离开 双方毫无交集 连会议中的午餐时间 双边人马都各走各的毫无互动 暗示两国虽然能坐下来谈 但关系解冻路程还长 会后CNN引述美方官员说法 只近期频繁的中共战机 咬台问题是在会上重点之一 苏立文不但表达美方担忧 更强调美方反对任何改变台海 现状的单方面行动 并将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实际上美方的担忧 不仅苏立文直接表态 正在法国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选在中美高阶会谈当天 公开敦促中国停止对台施压 从苏立文到布林肯 再加上美国总统拜登 周二公开呼吁中方应遵守 基于美方台湾关系法的台湾协议 平凡喊话显示美方 对台海局势的关切 专家也坦言 此情况反映不论美国或中国 都不想开战 然而面对中国大陆 鼓励上升的挑战 以及在贸易战场上 美国的极限施压难奏效 中美两国的激烈竞争仍将持续 而夹在中间的台湾 应该如何抗压前行 对执政者与全民来说 都是挑战 TVPS新闻综合报道